继上次的凤字很难写后,黄杰再次挑衅说出邪不胜证。 难道,目前4万多份的凤山连署名单都是邪恶相亲的意思吗? 继凤字难写后,黄杰再呛这四字,让网友都暴怒了。 高雄市议员黄杰罢免行动第二阶段, 已送出40,918份连署书制宣委会审查。 黄杰11月27日受访时,对此强调邪不胜证,会继续做该做的事。 不过,随机被霸杰团体反三道,说得真好,你就是太邪,我们浑身正气。 面对罢免危机,黄杰再度对选民温情喊话, 我还是认为邪不胜证,我们应该继续做应该要做的事。 我相信,多数的台湾人都还是知道,当初这个民主的精神, 是希望大家可以做对的事,把不适当的政治人物下架。 对此,脸书粉砖罢免黄杰,凤杉清洁行动本部表示, 继上次的凤字很难写后,黄杰再次挑衅说出邪不胜证。 难道,目前4万多份的凤杉连署名单,都是邪恶相亲的意思吗? 黄大议员说得真好,你就是太邪,我们浑身正气,再次感谢你的呛声。 并强调,挑衅只会增加大家罢免的意志,就继续认为罢免你的都是寒粉吧。 而霸杰发言人徐尚贤也发文之一, 只要想要罢免黄杰的人民,都是邪恶的一方吗? 黄杰,对于自己扰乱社会,落跑闪退,装模作样,放荡不羁, 华众取宠的种种行为,都认为是正气吗? 更痛批,如此颠倒是非,后言无耻,简直荒谬绝伦到了极殿。 不过,对于黄杰所言,把不适当的政治人物下架, 徐尚贤反三他,倒是说对了。 所以,现在凤山人要把黄杰这样不适当的政治人物下架, 真的是理所当然,天经地义,不离治理。 网友也纷纷回应表示, 邪恶相亲,千错万错都是别人错, 认同,做应该做的事,下架不适当的政治人物, 所以连署人是正,被罢免人是邪。 邪不胜正,我看是正不胜邪吧? 不然韩国瑜这么正派的人,怎么会被你们弄掉?